没有强弹的背景 腿脚残疾 手无腹肌之力 他是怎样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歌坛之王 飞时女士 表面上是这个城市黑道之王法尔的二把手 实际上已经是独立存在的一股势力了 企鹅人就是他的散童 地位不如小弟 在一旁看着老大在扁人 他也跃跃欲试 从小一直被欺负的他 十分渴望成为欺负别人的角色 却被小弟嘲笑 他是企鹅人 让他很不爽 他会记下的 他向众案组出卖了飞时 想借此翻盘 但是他错过了飞时的实力 很快 飞时就收到了自己被出卖的消息 也立刻判断出 就是企鹅人 苦苦求饶在飞时面前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企鹅人被暴打了一顿 为了拉新人警察戈登下水 除掉企鹅人的任务 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企鹅人的求生欲望 永远是很强 喋喋不休求放过 初来乍到的戈登 心中充满正义感 同时 也不愿意从此落下把柄 选择了放企鹅人一条活路 并警告他 不要再毁割坛 死里逃生的企鹅人 刚一上岸 就残忍地杀害了 钓鱼消强的老人 原因只是 喂了一口吃的 两个做死少年 竟然故意细耍 饥寒胶脚迫 艰难走在公路上的企鹅人 但是 像一秒 他很快 就重新地悄悄潜回割坛 在一家餐厅中杀盘子 这家餐厅也不是随意挑选的 这里是割坛第二黑市里 老马的地盘 这天餐厅突然闯入了三个蒙面暴头 一进门不由分说 就开枪射击 餐厅中老马的手下都没能幸免 非常麻利地抢走前走了 当老马得力干将带人赶来 为时已晚 顺着地上的血脚印 打开冰箱 却发现 仅仅捂着一袋钱的企鹅人 通过这件事 让老马另眼相看 以后不用再刷盘子了 他成了这个餐厅的主侍人 画面一转 企鹅人却出现在 之前抢劫餐厅的三个暴头这里 这一切 原来都是他在背后指使 当然 目的已经达到 他不可能留下活口隐患 堵死了他们 打包所有钱离开 企鹅人利用之前在飞石那里所了解的信息 带着老马找到了法尔的秘密赌场 成功的实施了报复 这让老马更加看好 这个灾灾愣愣的企鹅人 飞石的手下 把一群修女绑在一起 蓝停了老马运送军火的卡车 抢走了所有的军火 目的是想逼迫老马 交出企鹅人这个叛徒 这彻底的激怒了老马 企鹅时不时在一旁见缝插针 论挑拨是非 企鹅人第二 估计没人敢成第一 他们成功又断掉了法尔的一个窝点 老马的二把手 却决定在这里干掉企鹅人 显然 他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企鹅人并不惊慌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二把手的弱点 就是对手下过于苛刻 两个手下 早已经被企鹅人收买 一把冰冷的小刀 刺入了二把手的胸膛 从此就是老马之下所有人之上 他试图与非时讲和 非时却用长长的胸针 插中他的手 以时拒绝 这也让他明白 消除仇恨 只能除掉非时 他从法尔小情人围巾上 闻到了与非时身上一样的香水味 就判定出 这个小情人是非时的卧底 很快 非时开始对法尔行动 上演了一出 绑架法尔小情人的戏码 要求法尔签署退位文件 可当法尔来到非时的夜店时 看见小情人的一瞬间 竟然当众掐死了他 手下干将维克多 也率人冲了进去 原来企鹅人还身兼着法尔的线阵 一直与法尔暗中又联络 当然 他已经把小情人是非时的卧底的事情 告诉了法尔 感情上受了欺骗的老法尔 没有选择立即处决非时 而是交给了行刑人 慢慢折磨 企鹅人接受了非时的夜店 正当他陶醉在其中独自庆祝之时 非时却突然出现 原来他在危机关头 被手下胖子救了出来 他跪倒在非时脚下求得原谅 但是这都无济于事 非时不可能放过这个出卖他 害得他失去一切的小企鹅 法尔的手下维克多及时赶到 救下了企鹅人 此时 企鹅人诡异地笑着 他是在庆幸 自己又一次没死成 此时 可怜的企鹅人被老马 放进了粉碎机里 原来非时把企鹅人 是法尔卧底的事情 告诉了老马 随着机器慢慢落下 他将会被压成渣 危机关头 企鹅人集中生殖 给压缩机公司打电话 说明自己是 歌坛黑道老大法尔的亲信 如果他被杀 一定会招式报复 这招还真管用 慈禧停下了机器 就跑掉了 再一次死里逃生的企鹅人 找到法尔寻求保护 法尔约见了老马 再聊聊几句谈话 他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就解决了 在大人物世界里 只是一点利益罢了 此时的企鹅人看似风光 其实依然是生存在 法尔与老马之间的夹缝之中 老马竟然过分到 威胁企鹅人的妈妈 企鹅人的生存底线 被狠狠地践踏 他找到了法尔手下的杀手 忽悠他去刺杀老马 这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当杀手拿出不齐 事先藏好的枪 扣动扳机时 却没有响 因为事先已经被动了手脚 老马把杀手的人头送给了法尔 两个戈坛最大的黑帮大产 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此时 菲石也带着一众小弟 重新回到了戈坛 法尔本人也遭到了 杀手用火箭炮的攻击 在医院中被绑在了病床上 企鹅人来医院补刀 却被及时赶到的警察戈登阻止 他认为 相对比较 法尔比他们都理智得多 他掌权戈坛 至少还能相对太平 与老马的手下 一阵激烈交火 戈登成功地救出了法尔 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没想到菲石已经带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几个人都被绑了起来 菲石叫来了老马 要与他平分歌坛的势力范围 但是在老马心中 菲石的角色 只不过是法尔的手下 根本不认为 他能与自己平起平坐 多次出言相逢 菲石任无可忍 抬手一枪干掉了老马 接着两帮混站在一起 趁乱 洛克割开了法尔他们的绳子 企鹅人不知道在哪里 搞到一挺大菠萝 撑着菲石一众人疯狂地扫射 菲石迅速逃上楼顶 企鹅人一拳一拐地追了上去 二人在楼顶打在一起 最后 企鹅人奋力地一撞 将菲石撞了下去 菲石的二次出山 宣告结束 自此 这个一直在几大势力夹缝中间求生存 依靠利益的诱惑 平衡各方关系 时时刻刻 如同游走在钢丝上一般的企鹅人 终于在这个民风淳朴的歌坛室出人头顶